哈喽各位好心人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 2019年智利运动会 象棋比赛第一轮的一盘精彩对局 这盘对局是由 山西的高手 赫穗学对阵郑维彤 那这次比赛王天一没有参加 而郑维彤等级分 跟他只距离5分 所以如果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将有可能会有新的 等级分第一 好我们来看 先手方兵器晶一 一方POWERPIN三 红方POWERPIN五 向三进五 马八进九 那么挑边马避开黑方 冲三足的反击 除此之外 当然也有16进五 向七进九 马二进三 炮进四等变化 打黑方接走 G9进一 迅速出动左鞠 来攻击红方的左翼 此时红方有几种选择 马二进三 G9平八 或者实战当中的炮打中阻 那么这部起较将 不让黑鞠轻易的掉过来 黑方四四进五 红方马二进三 黑方马二进四 捉红炮 红方退步 黑方在G9平六 先量左鞠 准备攻击 红方的马炮 红方兵三进一 将来必要时 可以兵五进一 保中炮 就不怕黑方 奖战齐和线 那这起黑方 一般走G平二 我们可以简单摆一下 那红方G9平八 黑方可以考虑 G4进四 捉炮 那么等红方并五进一 在G6进五 这么一个变化套路 双方是另有功手 不过实战 正为同 当然不落俗套 选择马八进七 那这部起 实际上并不作见 红方如果按照一般的思路 比如说G平二 那我个人觉得黑方可以考虑 G6进三 捉炮 那在马七进五 通过对足 强先 黑方的阵型是不错 所以实战当中 红方的选择是 向三进五 那么先巩固阵型 比较稳健 黑方G6进五 这部起比较含蓄 将来暗藏 冲七组 在马七进五 强先的手段 那红方 是四进五 这部起演组得比较激紧 必要时 可以G平四对G 或者炮八进一 打G 掩护并临线 黑方 马七进五 那红方 G9平八 出G 黑方在足三进一 试图打通三路线 那实战当中 红方是选择 冰吃足 结果落入后手 那这棋 我个人是觉得 应该先炮八平六 那么黑方 如果足吃冰 那红方 在G8进六 那么这部起威胁 G8平六 攻击黑方的连环马 那么我觉得 会对黑方 有比较大的考验 不过实战 红方选择 冰吃足 那一方 顺势马吃足 红方 这个时候 才炮八平六 那这个秩序 我们来看 就让红方 换了 黑方 接走的是什么呢 好 如果你想的是 马四进三 那恭喜你 跟郑伟同的想法是一样 拐脚马 扑上来 先手 咬中炮 拿红方 炮五平六 黑方在马三进五 再咬红方的三路兵 那么只能说 以上黑马 黑方 是 一马如神 我们来看 从开局 那么 黑方 双马不太灵活 不过 过了六个回合 这期 黑方的双马 已经投入了战斗 那这期 红方 接走一个 G八进四 巡核 却也暴露了 底线的一个弱点 那么 黑方接走 G六平七 非常有针对性 这部期 准备 马五进六 红方 却不能并五进一 否则 马吃兵 那红方 接走 G平四 那 这期 我们来看 红方 实际上 已经不太好动 那我个人觉得 黑方 最含蓄 有力的 走法是 G平三 那么 适当时 可以炮 他底下 不过实战 郑伟同可能是 估计 红方 G四进 这部期 选择 马吃兵 那么 这部期是利用 黑炮 瞄住 底下 也是实惠的 走法 只是低估了 红方 似乎有一部 借力打力的 防守手段 不妨暂停视频 猜猜看 好 如果你想的是 马九进七 那 恭喜你 旗感太好了 这部期 准备马七进五 所以 黑方 选择 炮大马 那 红方 这棋 也走得比较严谨 如果 G八平三 直接吃马 那这棋 黑方 可以马三进二 扶过草马 杀起 如果炮顶的话 那将来 黑独 G平四 做炮 黑方还是主动 所以实战 红方选择 G八平七 做炮 考验黑方的英手 如果逃炮 那 红方在G吃马 就可以对G 所以郑围同 选择保留黑马 选择马七退五 那红方 G吃炮 黑方在马五进六 这么一个思路 准备炮八平六 打王G 抢先 那此时 红方可能是 估计黑方这个马 选择一步 炮六退二 希望可以牵制住 黑方的G马 或者对子 但却是一步 不明显的软招 这步棋应该 考虑G七进一 顶住黑马 那一方如果炮打G 红军就下一步 那下一步 再炮六退二 这个棋 红方就可以抗衡 实战 红方选择直接退炮 那一方 简单的马吃炮 那对子之后 在G平而出G 红方才意识到 这棋 仍然不带好动 实战 红方借走 G六进一 准备平四 不让黑方 平炮打G 不过 黑方还是平炮打G 这棋 当然不能 G六平四 否则卧槽马一将 所以 同方只有G四平三 那一方 G二进三 掩护出林线 那同方 G六平四 盯住黑马 准备炮六进一 一方 G二平四 盯住红炮 那这棋 同方也没办法 兵一进一 等一步 将来准备退马 对G 黑方顺势 中七足 那红方退马 黑方平G坐马 红方在马一进三 黑方在G九平八 那平G等一步 非常细腻 比红方表态 红方在退马 要G 黑方G八平九 那红马显然是不能 常坐黑G 所以选择了一步 G三进二 这步题 准备退马 那一方 G四进三 坐中兵 那中兵显然是不能冲 否则黑G吃马 所以此时 红方已经陷入一个困境 对马 那一方在G吃中兵 红方兵九进一 黑方在G五平四 抓红炮 红方在炮六平九 此时 黑方是已经大战优势 选择是比较多 不知你们有什么看法 炮六平九 也是很自然 红方可以马上进二 那另外G四退一 对G也可以 不过我觉得 实战当中 郑伟同的做法 也是非常灵活 退马 准备马四进二 这个思路 对红方的考验 确实是比较大 我们来看 红方接走G三平二 那黑方先 G四进二 卡住相眼 准备马四进二 或平去坐相等手段 红方炮九平六 黑方仍然马四进二 准备握草马 红方如果G四平七 拿这个棋 黑方G砍炮 或者G四平二 也是盛事 所以红方也是无奈 平炮顶住 不过这不齐 黑方G四平二 做红炮又是一步先手 可以说是步步紧逼 红方飞向 让G宝炮 却暴露了另外一个弱点 那黑方这棋 怎么进取呢 不妨暂停视频 假设你是郑伟同 猜猜看 好 G九进三 那这棋 红方是不能飞向宝马 否则G四炮 所以无奈 退G宝马 那黑方 在走宝六平起 打红马 红方却守不住了 以下 黑方是得子得士 所以局面之词 红方 看到大势已去 润腹